冬瓜来做一个小零食 这个冬瓜糖有化坛止咳 圣津运造的功效 吃起来滋味清甜 口感绵油 好吃又保健 首先把冬瓜砌皮 再把瓜仰砌掉 然后切成手指大小的小长条 1000克清水中加入20克食用级石灰 这里石灰是不能少的 它是让冬瓜变硬的关键 把切好的冬瓜条都放进去 石灰水像这样泡过冬瓜就可以了 泡了6个小时后 把它拿出来清洗干净 多换几次清水 把里面的石灰洗干净 看一下经过浸泡的冬瓜条 明显变硬了好多 再加适量的清水泡一晚上 确保无石灰残留 天气热要把它放入冰箱冷藏 泡好后沥干水分 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烧开 把冬瓜倒进去 然后盖上盖煮5分钟 煮好后再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把它晾干水分 晾干水分后 500克冬瓜条加入400克白糖 为了延长保存时间 这个糖不建议放少 然后把它抓均匀 再把它放入冰箱冷藏两天 看一下腌好的冬瓜条色泽洁白 晶莹透明特别漂亮 腌出了好多水分 接着把冬瓜倒进锅里 腌出来的水也倒进去 开中大火把它煮开 熬到水分差不多时 就要不停地翻炒 让每一块冬瓜条都裹上糖浆 等到水分完全熬干时 把火关掉 用宜温继续翻炒 温度降下来后 开始自己会吸出糖分 表面会有沙沙的感觉 这也是我们说的 挂糖霜 等全部挂上糖霜后 就可以出锅了 吃起来口感绵密 也不会太硬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吃不完的冬瓜糖 最好放冰箱冷藏 密封储存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我是兰子 谢谢点赞收藏加转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